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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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剛剛山河堤共榮公園很特別 它用竹林為主題 蓋了兩個不一樣的溜滑梯 但是都是用攀爬的方式 給小孩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剛剛下過雨 但是現在還是不會有潮濕的問題 溜滑梯都還是可以正常的使用 還有它的地面上面的這些 不一樣的圖示 跟其他的公園不太一樣 而且都有特別的用心 去思考小朋友想要什麼樣的東西 我在這邊鋼箱是土生土長 早期的話沒有這個合體公園 剛開始建設出來的時候 這邊因為夠大 也有很多設施 以前我們就會在這邊運動 或是帶小孩子來打球 現在再回到合體公園 就發現非常的漂亮 環境啊空氣也好 再來的話這次遊樂設施 他們真的都非常的安全 它給在岡山的在地人呢 有一個新的聚集的一個投手斋 有一個新的客戶 在地人的日子上 有一個新的安排